那你没关系 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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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反战的时候 没有你 我真的没有勇气活下去 你还会开除我 还会和我分手吗 不会了 他会惩罚我 他会报复我吗 不会 那我还是放下书屏啊 又梦境飞来了 要我说呀 你俩就像舒缓和一瓶 你得小心如银 你看一书看疯了 赶紧把书收拽 来吧 by bwd6 真羡慕未来 这次摩考又是第一 北大的自主招生 在咱们学校就两个名额 肯定非他莫属了 不是 你这是消息可靠吗 当然了 我经过雷主任办公室的时候 千尔听到的 你看 你看我看我在那儿 看我看我看我看 我看我看我看你 未来 恭喜你啊 可以增加北大的自主招生 这以后天高热鸟飞啊 没有那么夸张 只是一种考试资格而已 那以后狗富贵勿相忘啊 虽然学校重新 想买步你就成功了吧 行 行 上课快转过去吧 还做印象 写拉着酒 你怎么了 没事 不是还逞羡慕你 你就过了自主招生的考试 相当于过了一个空海 就算过了也只是加点分 还有高考呢 对了 下午不是还有话学习要考吗 你赶紧看看吧 方雪 来我办公室一趟 方雪 这次考试的整体难度有点大 但是呢你别灰心继续努力 老师 我觉得我这成绩 连个普通的二本都上不了了 不能这么说 你呢虽然底子上 是比其他同学要差一点 但是呢 你这学期进步还是挺大的 对了 你看看这个 这是北二外的小语种招生考试 虽然是普通二本吧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作为一个保底 这自主招生 英语老师跟我说了 说你挺有天赋的 成绩也不错 小语种呢 她的竞争力不是那么大 咱们学校有四个名额 我觉得你可以争取一个 老师 四个 我觉得天上掉鲜饼这事 肯定能到我 你只要努力就能行 回去再考虑考虑 小雪啊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尹老师推荐你去的 肯定差不了 爸 我总觉得自己不太适合 去年咱连大学都没考上 这回要是提前录取了 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你对什么有兴趣啊 不都是学着学着就有兴趣了吗 喂 小雪 你还在吗 在啊 小雪 就听爸的啊 咱好好准备 你的好运气啊 可算是开始了 走吧 我知道啊 你别干了 我老能干了 没想到又跟你一块儿值了 是啊 挺好的 没有拆办 上次考试 你给老师撂那儿呢 我都老担心了 但真挺酷的 不愧是我的偶像 什么偶像啊 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们只能被命运推着往前走 你应该懂我什么意思吧 嗯 我也想明白了 今年就是最后一次考试了 考上了就上 考不上我就找别的出路了 但我听说你要出国呀 差不多了 那你说 以后我再见你一面就拿着呢 你说我这要是想 不说我想你那事了 我今天路过老师办公室 听说方雪要报考小愚状 快 小雪啊 听说你报了小愚状的提前批词了 我天 你们笑得这么理不通呢 我们学校可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多好的机会啊 我想问你们来着 之前蔚来吧 她参加那个自主照生考试的时候 我还特羡慕 送了我自己七上八下 你们觉得我应该去吗 这还犹豫什么呀 高考那么痛苦 我们都想早日脱离快呢 我倒觉得得慎重 小雪 你可得考虑好了 成姐你咋了 我来那个了 明天那个消费员行 你帮我请个假 行 同学们请注意 同学们请注意 现在开始进行火灾预防培训 全体同学迅速到草场提搏 怎么少两个人 陈天生你不舒服挺大的 那顾上呢她怎么没有来 不知道 跟着我干吗 我 我也上上厕所 我们请了 雪妹 你能帮我个忙吗 嗯 雪姐 用这个档档呗 谢谢 雪妹你是哪个班的 我喜好送给你 这是外面一个学长让我给你的 我感觉我头发大了 带不去呢 我帮你看看 我帮你看看 这个再解松一点 来 嗯 嗯 嗯 好了 你家好赞 那么好感谢大家今天的配合 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防火防灾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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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消防队员给我们同学们普及这个消防知识 好 下来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说 子宁过来 她叫燕子宁 是你们的学姐 你知道那个师姐有什么来的 当然 她可是今年的全市理科状元 我把她邀请回来呢 是给大家做一次演讲 同时给自主招好的同学 给自主招好的同学 认识 不收 好 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学际学们大家好 我是燕子宁 很开心通过这次机会 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几天 可以愉快地度过 谢谢大家 好 惠来 好 惠来 好 惠来 惠来 好久不见 你好 你怎么有时间回来 最近刚好假期 本来只是想回来看看 没想到雷主任把我留下 让我帮大家辅导英文 我也没什么事就答应了 挺好的 那你忙吧 我们还有课 先走了 一会儿下课一块儿吃饭吧 正好可以聊聊天 今天不行 我要帮她辅导功课呢 好 那下次 拜拜 拜拜 走吧 不是不熟吗 是不熟啊 这帮谁洗衣服呢 未来 未来 瞧把你吓了 我逗你玩呢 我现在没心情开玩笑 怎么了 不开心啊 陈欣 你说未来和那个学姐 到底什么关系啊 他们跟我说的 你不舍不 我看他们聊得挺好 你想多了 我看他们就是同学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 跟你们一样就好了 学习好 什么都好 为什么要成为别人呢 做自己也挺好的 那我说人家补习完去不去 去啊 肯定去啊 能不能别送啊 回去了 其实小一种考试呢 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发音和它的连贯性 下面我们来一起练习一下 面试中最常用的几句话 I am honored to participate this interview 跟我读 I am honored to participate this interview I am honored to participate this interview OK 下一句 我来自乡江中学校 我想从乡江中学校 好 大家自由练习一下黑板上的话 开始吧 对 然后你的嘴唇要放松 舌头要用语 通证 辣椒 小徐 通过这堂课我发现 你在英文的发音和咬字方面 还是要多加强点 学姐 我平时注意力 都在玩行和填控上 口语就没太注意 这样 刚才我发耽误大家时间 然后这几天我帮你单独辅导 好啊 谢谢你 学姐 没事 反正未来让我多帮帮你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对了 你帮我转达她一声 放学之后在教学楼门口 主任叫我俩去拍照 好 谢谢你了 加油啊 拜拜 拜拜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好 好 那我们听个几个 好 那我们听一下子了 两个也适合一件 好 三 三 二 一 一 三 二 好 不错 来 三 二 一 可以走了吗 可以了 谢谢 蔚来 一块儿吃个饭吧 笨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拍完了 帮你擦擦错题 不用 我会了 你会了 二十个弯形错了十九个 你就算虾摸也不可能 错这么多吧 对 我都有差声 我偶尔夸好了 我就撑个几天 哪像你跟那个学姐 你们都是人生赢家 参加那个什么 奥林匹克大赛 都不在话下吧 你这么大火气干吗 还扯别人 他可不是别人 他可是你的老朋友 小学 你在那个师姐那儿 补习得咋样 不得不说 他学习能力挺强的 他说我那个单词 发音有问题 还要再上上小课 他怎么会对你这么上心呢 你想想看啊 他和蔚来本来就认识 会不会 他是有什么别的企图 多当点心 你疯了吧 我学课集他能把我打样 你留个心眼吧 我这人直觉也像很准的 你看 他对蔚来不是现阴晴的 蔚来 我是叶子女人 你喜欢我吗 烦死他 鸡腿给你吃 吃不下 给你吧 蔚来 你知道吗 其实在国外读大学 一点都不比高三轻松的 是吗 上大学都没有办法放松啊 不努力不行的 不是 你娘真看得不顺眼 你都留在圆那儿 那因为你不是帮你 你就别去了 让蔚来这么不信 我为啥不去 这医孕考试不是随便闹的 吃不下 吃吗 好吧 好吧 蔚来 明天晓鱼中考试完 我就回去了 对了 方学是你童中吗 是 怎么了 你干吗 家这么低啊 人家吵架了 没什么 都是藉无管解药的 是吗 你要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上课了 我先去吧 今天的补习就到这儿了 大家回去早点休息 可儿加油 学姐 今天这么早下课啊 明天就考试了 今天做一下简单的数理就够了 你跟蔚来 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 我跟蔚来认识很久了 这次回国见到她还挺开心的 不过她好像在准备 北大自主招生的考试 压力也挺大的 没有什么时间陪我 我还以为她一直挺有信心的 小学 不是所有人都会把脆弱的一面 展示给别人看啊 岸盟 爸爸 对了 我跟你说的那个考试密集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好 那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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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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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如果未来学生可乐美的 燕子妮许姐也在那里做交流 两个人会不会再需牵引呢 有可能啊 你说为什么老个人总是这样 跟那些优秀的人呢 就是啊 好疼 好疼 好好疼 复起得怎么样 成那样呗 反正像我这样插绳 能有这样的机会 我就烧高香了 你现在学习已经进步很大了 不用这么没自信 而且燕子妮应该服到雅旭 又是燕子妮 干脆你们去当金头玉女吧 反正俺俩状元又登队 我跟你们不是一种人 我 反正你俩挺配的 你吃个糖冷静一下 舍不得吃啊 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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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妮虽然挺优秀的 但是我和她连朋友都算不上 而且咱们俩认识这么久了 你应该知道 我不是会在那种没有用的社交上 浪费时间的人 所以就算燕子妮再优秀 那我们不要再说 我和燕子妮很配这样的鬼话了 行吗 知道了 行吗 怎么样 动的是什么呀 请简单的 都是资料上的 下一个 当学 好 肩康老师先说你再说 这是礼仪 好 开始 好 好 这种小一种考试是不需要准备自我介绍的 请介绍一下 请介绍一下 什么 是这个课程的动作吗 为什么要先做准备的准备 好 好 我太抱歉了 可能 可能 可能有什么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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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的 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直接回答 接下来的问题 然后放松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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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但是你要了解一些实施政治 比如说像奥运会对国家的影响啊 这种大的事情 你怎么认为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在中国的关系中的关系 您怎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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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的答案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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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和女人 我们的国家 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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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也没什么可紧张的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不会的 你问健康老师一两个单词 他还是愿意告诉你的 但是就一两个不能再多了 老师那个 把我手那个词怎么念来着 这次 这次铁牙还挺准 还是内部资料管用 同学 你能借我看一下吗 同学 还有 如果是 我也可以 改了 行 谢谢 站住 师姐 这么着急干吗去啊 没事 方先生你考怎么样 我考得怎么样 你心里没数吗 你玩我干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有点听不太懂了 你听不懂 什么 什么奥运会项目 什么不需要自我介绍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问题 可能是今年的考试题有变化吧 但是我现在有事我先走了 不行 你今天必须解释清楚 方雪 我警告你啊 我没有时间在这儿跟你争执 这些小事 对于你来说是小事 对于我来说可是大事 方雪 你真的以为我会因为一个小小的 口语考试而花精力去陷害你吗 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实话告诉你吧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 未来感兴趣的女孩子 智商到底有多底啊 费来 没错 未来她不太清楚 总需要有人帮她摘出身边的垃圾吧 等她想明白了 她会感谢我的 你有病吧 你有什么资格替别人做决定 因为我了解她呀 方雪 不管你有多努力 你们两个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其实我们俩倒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得不到的 你多努力都别想得到 好自为之吧 这是真的吗 我接到同学匿名举报 她在那种网站上有注册信息 名字 照片都没错 我听说这个摩托网站不太正规 要不我再打电话核实一下 算了 算了 她已经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了 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调查 这样你去把宣传栏上的照片 都撤下来吧 把这个事情先样一样 我听说国外的一个三流模特网站上 还有燕子萌的资料呢 好像是她家境不太好 才干了这个 她不是理科状元吗 她干嘛去干这个呀 谁知道 真的是太可惜了 好 方雪 雷主任找你 小语种考得怎么样 还行 是不是燕子您辅导得不够到位呀 说到底是我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 不能怪她 如果有什么事了 一定要告诉老师 雷主任 真的没事 好 去学机吧 雷主任再见 考试不顺利吗 错误了 那你怎么了 之前燕子您的事对不起啊 没事 只要你别再对我一副苦瓜脸就行 我那是因为考试愁的 行 因为考试愁也没钱过来问我题 这样 晚上的红刷排骨就归我了 那不行 我还补脑子找生气 好了 咱们这节课的知识点就先讲到这儿 下课之前呢我先宣布个事 前段时间咱们学校的自主招生已经告一段落了 我们班的未来同学获得了北大面试的机会 老师 那方学呢 方学的话呢很遗憾 她成绩就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这次经历对她来说也不是件坏事 她的英语成绩提高了很多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们仍需努力 下课吧 同志们再见 老师再见 走 小萱 你没事吧 没事 不就是自主招生考试吗 以后机会多的是 我就会觉得努力了这么长时间 得到这么个结果 有点不甘心了 你别这样想 你就把它当做一次人生经历吧 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有的时候你努力再多再久 也不一定是你最想要的那个结果 小萱 小萱这么几堂啊 我不是一直都很理智吗 那个 你现在有空吗 干吗 给你准备个惊喜 走吧 好 好 好 到底在干吗搞这么神秘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三二一 新画的广告牌 你这是在给公益打广告呢 做自己我能 你别看着广告语又俗又简单 但其实挺有道理的 但我想到 你给自己打鸡血的样子 觉得很适合你 你还挺了解我的 还行吧 谢谢你啊 好 人生中有没有遇到过 特别想超过她的水 我想那应该是我的高三不不不不 整个高中的同桌 因为我跟她做了三年的同桌 她的成绩一直都比我好 我一直很羡慕她有一个很好的体系 然后一直非常努力地学习 我是那种性质比较极的人 所以真的很配合她 就是对什么事都很有耐性 像我就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可能她一直是我的 学习的一个榜样 想超越的是我的弟子 虽然她的年纪比我小 可是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 她都有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 比如她有明确的目标 然后她会想尽办法去实现 当时高考完我选择专业的时候 第一想法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 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学习 然后也会学得更好 即使上了大学 我也会每天和我高中的朋友们保持一性 高中的时候就有在想即使上了大学 和朋友们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上了大学认识了新的朋友 也不能忘记了高中时陪伴我三年的老朋友 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在微信上点信 每天心里长出一首曲子能不能 明天一夜夜的爱 不用再着急寻找 要风吹过真寒